大家晚安 今天封面还是在台湾附近 从上游的华南地区 陆续有鱼系往东通移 通过台湾地区 造成了一些降雨的情况 不过普遍雨量都并不是太大 在晚上之后 这个封面将为东移通过台湾地区 后方就是东北季风会逐渐的增强 不过这波的东北季风带来的是 比较干的空气 所以从晚上一直到清明连觉三天 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西半部地区天气都是比较稳定 晴朗可以看到大阳阳光的 东半部地区云量会稍微多一些 偶尔有些零星降雨的情况 整体来说早晚是有点凉意的 不过白天的温度还算是温暖 舒适 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的就是 清明廉假的时候 扫墓祭祖的时候 因为在户外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虽然有东北风吹拂 所以感受上不至于太热 但是呢 还是不能忽视紫外线的照射 最好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工作 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明天开始的连续假期 西半部各地都可以看得到阳光 但是早晚的天气比较凉 北部的低温可能只有13度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气象资料 看到北部地区的基隆是多云 台北桃源新竹和苗栗也都是多云 十阴的天气 气温最低15度最高22度 中部地区的台中彰化 南投云林和嘉义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气温最低16度最高25度 南部地区我们看到台南看得到阳光 高雄是多云 但是屏东可能会下点雨 气温是16到27度 而在东部的宜兰花莲和台东 是偏向多云 由雨15度到22度 好来到外岛 我们看到澎湖金门和马祖 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澎湖的海上花火节即将要登场 主办单位最近先释放了一分钟的花火秀 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欣赏 以上就是今天的公事晚见新闻 我是黄明明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